首先先带您关系的是在昨天下午台北街头发生了有法拉利跑车 结果发生了火烧车事件 这一把火把1500万的法拉利烧成一堆废铁 当然大家想知道车到底是谁开的 现在还出现有冒名顶替的遗云 原来呢有一名詹姓男子他自称是开车者 只是有目击者说看到的是一名黑衣男子 有什么原因要冒名顶替这里面有没有案外案呢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熊熊火焰将上千万的法拉利跑车瞬间烧毁 到底火烧车为什么会发生 在现场的这位中长法的詹姓男子自称是驾车者 但有目击民众看见开车的人是另一位黑衣男子 到底有没有顶替事件 詹姓男子不愿出面 家人更是低调 有没有的确有就是向警方坦诚有这个顶替的事 就请詹老师直接跟你们说好不好 然后我等一下我去叫他 然后我看怎么样再回你们电话好不好 这台法拉利跑车是在2003年出产 V8气缸3586cc 马力扭力超强 在4点1秒内可以瞬间飙速到100公里 市价大约在1200万到1600万之间 只是全国有4台车 一人林志盈就有一台 但是这台千万跑车已经烧成废铁出现了顶替硬讯云 警方也很低调 有民众目击到说原车组跟这个友人试车是这个有顶替之前 经过我们第二次这个调查 论的是说他们试车的过程 这个占性友人论的是说他要负责 警方表示目前还在调查 若是真的出现顶替 恐怕触犯刑法顶替罪和未造文书罪 只是法拉利怎么烧的 就连车商也摸不着头绪 目前烧毁的车辆拖回车厂进一步调查 但是一把火烧出许多问题 也烧出千万跑车的安全性 专利新闻简单书柯英卿台北报道